袁伟豪变岁月神头!街档果蓝!TVB新剧《动人的时光》五大看点! 《动人的时光》紧接剧集《果蓝》中的江湖大扫。 播放,到底由袁伟豪火拍唐师用主演的新剧能否承接《果蓝》热潮,继续吸引观众集集追看呢? 以下小编综合了《动人的时光》的五大看点,看看是否能够吸引你。 近年TVB的科幻题材剧集都非常合观众口味,像是计程车司机进化驱魔人的降魔的老土村长穿越时空就爱人的医院超时任务都收拾好而且口碑加。 同样是打住科幻旗号,《动人的时光》也有助令观众充满新鲜感的布局。 1. 科幻题材反思生死。 不能剧透太多,只能说故事大概讲述袁伟豪所饰演的曾动人有一天发现自己有特殊超能力,能透过接吻偷取别人时间来延长自己生命。 2. 患有心脏病了他知道自己命不久矣,到底他宁愿自私地靠偷别人时间来过活,还是勇敢面对死亡呢? 2. 男神换心造型。 袁伟豪这次为剧集转换的新型像未必是最好看,但起码有新鲜感而且更有难面位。 2. 演员可塑性的越高便可更多不同角色。 3. 温戏不断。 正如刚才提及过,动人能能透过接吻偷取别人时间来延长自己寿命,为交代剧情,袁伟豪在剧中有不少接吻戏分,他更笑颜已经数不清拍摄时吻了多少人,当中更不乏难难之吻,认真宠口味。 4. 行男美女再度合演情侣。 4. 行男美女再度合演情侣。 袁伟豪与唐诗永就曾经在当铁马玉上战车中演过情侣,观众对这对CP反应还不错,亦有望是他们能再次合作。 这次在动人的时光入面,袁伟豪伙就拍档丹正,有默契自然更得心应手。 值得一提的是这套也是唐诗永登上事后宝座后推出的第一部作品。 5. 朱成丽跳钢管舞。 除了事后之外这部剧还有去年在大台颁奖典礼中,爆浪夺得最佳女配角的朱成丽作证,她的演技豪与坏姑且不做评论,重点是她为了这次的角色,哭脸大跳性感钢管舞。 5. 虽然朱成丽从小习武,但练习过程中也令她尝尽心酸,告到浑身是伤。 5. 片花中看她跳得有板有眼,看来辛苦都是值得的。 5. 朱成丽在剧中暗电缘美豪,两人也有感情线。